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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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真是不想再孤身一人獨留蒲州 這些就是蒲州的富水帳目 太平打算全數上繳朝廷 要再次將他趕來長安 一定難嘗加難 欣柔是不是經已不罪人世? 李宗盛 最後送去傭人廁的屍首就是恩尤 姐姐不會騙我的 她會回來的 她不會丟掉我的 我前面有多黑, 多難走 姐姐, 不要害怕 不要怕 你有願意 我是個孤兒 從小到大都沒體會過親人相依的混亂 如果你願意 我也想陪著你 聽你說你和姐姐的故事 當年的天空就像現在這樣 凡星脈步 我騙在姐姐身邊 姐姐指著天空 告訴你 這顆是天書星 這顆就是天狼星 那顆就是玉行星 是北斗七星之日 最大祖公那顆呢 那顆就叫啟明星 啟明星? 為什麼它會在月亮的旁邊? 因為她怕月亮怕黑 所以陪著月亮在她身邊幫她照明 姐姐也是怕月亮怕黑 經常看著月亮的人 姐姐就是月亮的看明星 對, 姐姐就是月亮的看明星 為月亮照明 讓月亮的周圍不會再黑黑黑 姐姐, 你會照著月亮多久? 一百年? 不是一百年, 是一千年 太好了, 一千年 一千年也是不夠 要一萬年 好, 一萬年 姐姐要做我的啟明星 陪著一萬年 但現在天上的啟明星 已經掛在月亮旁邊 而我的啟明星 就永遠不會出現 就不會陪在我身邊 現在再看夜空 就算有多少星星 我也聽不到一天光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我就會想起自己無苦無無無 心裡就會很難受 我師父母恩大師 就會帶我去佛子附近的一個山洞 師父說 人生在世, 悲喜無常 悲喜無常 難又一路坦逃 就好像為師為你取的名一樣 有利就有合 有陰就有情 有缺就有月 有暗就有明 所以 當你覺得自己身處在最黑暗的時候 不妨靜一靜, 等一等 迎虎蟲 好漂亮 你看, 就算最黑的地方 有光, 也一定會有光 也會有希望 只要你心中 一直有你姐姐的存在 她就會永遠在你心裡閃亮 永遠為你帶來希望 既然你姐姐答應過你 她就會一直陪伴你 千年萬年 只要你記住這個承諾 她就會為你照亮前路 讓你在絕望中找到希望 我相信你姐姐從來沒離開過你 是 姐姐 姐姐永遠在我心裡 永遠不會離開 為你照明的啟明星 不一定向天上 亦可以在你心中 只要你打開心飛 一定可以看到一片光明 請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官參見太平公主 你就是先帝忠忠的宰相 被我王興貶為華州刺史的趨直 正是下官 本宮久問你, 博學多聞, 踢躺非凡 一直未有緣一見 今天終於在千秋殿上一睹其日 公主讚賞, 下官愧不敢當 是不敢, 還是不配? 本宮亦聽聞你貪財愛權 以負上官怨義父要職上 如今上官怨義已死 你就想轉動方向你攀附本宮嗎? 因時制宜, 投靠能者, 乃人之常情 助公主一臂, 原公主宿怨 正是趨直的鴻圖之志 即即其子, 即者清澈的水 以止圍觀清明 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賠不上的人 本宮憑什麼要起用你? 憑下官的這份獻禮? 太極斗鑽兩從天 只穿貴命不可言 必屬諸侯平天下 隨舊報身樂延綿 公主天之過人 一定明白神這首詩中吻含的心意 如此明顯的重頭詩 本宮怎會看不到太子必除四個字 神希望這份禮物能夠合公主的心意 令公主明白神投靠公主的誠意 果然是誠意可加 但是既然你說太子他貴命不可言 為什麼還要來投靠本宮? 誰聲誰呼, 未到最後還有斗鑽自己 神怨助公主, 徐太子定天下 若然你真是能夠替本宮除去心頭大環 本宮保你後半生錦衣玉食 高著後衛應有盡有 不過怕只怕, 殊意行難 你一無統帥千鈞萬馬的氣魄 以無訓練一兵一卒的經驗 徐太子定天下, 你憑什麼? 下官既不需要千鈞萬馬 亦不會好費一兵一卒 下官需要的只是一群志同 好, 走 以前你來在宮中是會找你姐姐 那你現在是什麼打算? 我想知道姐姐在宮中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無辜失蹤? 為什麼無辜傻命? 但是宮中人心難測, 是非不斷 就像一座釜山一樣, 危機死伏 就算明知是釜山 我也要再向釜山走 查明姐姐的死因 既然你心意已決 那就事事小心, 處處留神 不要再被自己伸向境 知道了 不過我不怕 因為在宮中還有很多人關心我 對我好 例如呢? 藥籤 又例如呢? 太子妃 還有呢? 還有… 男公司設, 整內事 那你也是其中一位的 總算你有一點點良心 吃吧 你始終, 你快樂 我始終快樂 黃兄弟, 你有頭痛嗎? 是不是頭痛發作? 都習以為常 不過近日咒接有報 民間出現一則童謠 傳遍大街小巷 實在令朕寢食難安 李子熟, 李花樂 果熟花樂, 春秋果 太平都已有庭文 當年太祖皇帝 推翻徐陽暴政 民間亦曾經傳唱 楊花樂, 李花開 暗示舊主凋落, 新君成熟 如今又再有類似痛搖 太平之前都覺得 這些只是無中生有的流言 假以示才會置於智者 但是… 但是什麼? 但是有關底星以太陽下的流言 又好像與近來的天象不謀而合 恩日天象有異 代表太子的心前姓光摩四蛇 滑破長空, 掠過牽原 進入太微緩, 最後置於大閣 太微緩代表朝廷 而大閣就是帝王之助 想知道朕的王座會被太子所奪? 太平更擔心的是大閣聲月吹暗淡 光芒屬線被深淺聲掩蓋 只是暗示如果王興與太子曾輝 就會危及子生性命 太平一心只想王興平安 但是既有童謠廣泉 又有天象之說 太平擔心一定不是巧合 難道只有廢絕太子 才可以轉禍為福 保得王興安全 好, 走 一手如斯大逼境的歌謠 竟然流處到邊壁鄉陣 連鞋童都囊囊上口 作這首歌謠的人有何居心 已經超言若揭 宮外線眼匯報, 歌謠散播之處 大部分都是太平公主一黨的勢力範圍 勝仗異動是天意 歌謠廣傳就是人為 絕對是太平公主衝著我這個儲君而來 歌謠一傳到聖上意中 必定會惹來是非不斷, 不得安寧 其實近日宮內 御林軍已經有所調動 太極宮外東南西門 也多了兵將駐守 看來又是太平公主所為 姑姑是未有這樣的能耐 是父皇親自下子, 調動兵力 那就是說 聖上的矛頭竟是指揚殿下 所以就算我們加強龍武軍的手臂 也是於是無補 因為無論是龍武軍還是玉林軍 說到底都是聖上的禁軍 只要父皇一聲令下 任何人都要聽從王明 況且我們的敵人是太平公主 絕非父皇 無論如何 我也不想和父皇刀劍相響 形勢不利, 但又不能進 那就是只有退 我亦無路可退 當年我們諸殺為事 姑姑連被廢的從某都想滅頭 今天就算我肯退, 他也不會放過我 三郎, 你有什麼打算? 現在我的任何舉動 都會令父皇有所忌憚 當下我只能做的就是 他以守為功, 按兵不動, 靜觀其變 他品太子殿下 全聖上口語 宣殿下致太極限進見 你在外守候 本太子馬上就到 遵命 是 殿下此行空險 我們真是按兵不動 至少帶上我們的精銳親信 在外面接迎 任三叔, 何理聽力 如今形勢不利, 後果難拆 物一害時仍然沒有我消息 你們只需要為我做一件事 請殿下吩咐, 屬下必從 你們要率領精銳 送太子妃離宮, 護他周全 三樓我是不會走的 你現在身陷險境 我都不會苟且偷生 你盡我盡, 你退我退 勝當同歡, 霸易同死 就算刀山火海 我都會和人一起走下去 俊兒, 我只是以防萬一 放心, 我會跟神行使 三叔, 記住我的吩咐 送下令明 現在身有的一片 我愛你 和這世ven 何必 lesson 吃虧 也許inis 不對 還不吃虎 autour 申請婦人 李子淑 李花樂 果淑花樂 春秋過 三郎 你知不知道這首歌謠 所謂何語 民間的留言傳聞 穿作父會不足為述 三郎不作猜測 帝星兒 太陽樂 星兒日樂 必有禍 加上就是心前星 閃耀於天 凌駕帝星 你又有何看法 天意難測 星象難解 三郎未敢妄斷 極不知道 古朕就說你知 歌謠與星象所示 就是你這個太子 即將坐龍座登帝衛 成為大唐一國之君 天象傳言 真假難見 請父皇明察 那你俯心自明 你有沒有想過坐這個龍座 三郎不敢 父皇看白康見 睿智果敢 無礙司令天下 三郎豈敢有潛越之心 你說謊 你自幼不懼奸實 不為武士諸王 七歲已經敢對耿國公 武耳中直撤其非 要坐這個龍座 你豈會不敢 三郎忠心赤宝 只為力保父皇江山 除非妄徒王權 你無須多說 既然你說 為了江山蛇職守護大唐 三郎 朕就要你當為天子 全得備栽 朕會全為於你 懇請父皇三師 父皇以衝目鳴 江山有待父皇明君大臣 三郎豈敢繼位 如你所言 朕心明眼亮 絕非興率決定 你坐朕平亂 百官存仲 勤政愛民 萬民共睹 姓氏龍座當陽 民盼江山歸屬 你有何懼之憂 但父皇健在 三郎謹守孝道 豈敢忘登帝在 那你是不是要等到朕長眠黃土 你才肯繼承帝統 朕梁登帝為 總以心脾意眷 害致李隆基聽旨 三郎在 授義於天 萬民所向 朕就全為於你 三郎謹記父皇龍一 好 一氚 一氤 一氚 一氤 一氤 三郎 殿下 殿下 你沒事吧 沒事 不過以後的路會更難走 無論多難走, 三恕都以殿下馬首時尖 我們必定誓死追隨 我即將手握江山 又怎可以沒有你們作我左旁右臂 一同辭清天下 父皇已經明言, 會授命於天, 存衛於我 我要進奉三恕為龍武軍將軍守護長安 再晉升何妮為中郎, 為我盡忠 殿下登基, 實在天有大堂, 大堂之福 危急處亡之際, 竟然處處逢生 太平公主一心陷害 他反而在三郎登上龍衛 這是你我, 同心合力 排除萬難, 建立你的威脅 還有留要求郭權鎮一眾忠臣 支持殿下, 實在功不可沒 殿下要封賞他們 而鞏固朝中和軍中的勢力 沒錯, 這場仗我們還沒打完 太平公主如果知道父皇要善為 絕對不會坐以待斃 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鬆懈 未來的路一定會更難走 皇兄竟然選擇讓位? 千真萬確, 聖上已命 宗書寫人草而聖子 太子將會在太極殿舉行登基大典 成為新帝 千說萬損都算不到皇兄 竟然會純粹退周拱手讓位? 這次誠也聖上, 敗也聖上 是神繼雷不周 請公主降罪 罪不在你 是本宮看輕了皇兄自我犧牲的勇氣 和以家國為先的決心 無論如何, 太子登圍, 大權在握 恐怕公主在宮中將會諸多滯爪 不免舉報為奸 本宮無論如何都不會束手就搏 讓他就此得逞 山不厭高, 兵不厭詐 神尚有一雀, 我以令公主來分祂 叛逼降沙 新帝登基大典臨近 宮內的寢具, 衣飾飲食 每樣都要精至堂皇, 絕對不能輕述 新帝的免復正在趕制 太上皇和兩位太妃的禮姨 亦在趕工, 一定盡善盡美 準時完成 新鶴金齋已完成了蝶絲、 奪獄 只差最後的傷陷工序, 就大功告成 安人電以一應俱全 供應新鶴美滿團圓 武德電影佈置周全 恭賀新帝, 榮登金聯 大典宴會的菜單 是以前九品, 五鎮卓 九大健, 五素味 配以九精九樣的 滑舟九堂春 恭祝新帝, 九五之尊 成帝之痛 好 四師務必, 同心協力 所有工作一定要按時完成 公主亦有衣飾, 急需完成 祥懷拜見張上公 秦佳令放心 公主是登基宴會的禮姨 必定精巧湧湧 猜色必定像心顯貴 我們施制房稍後就會完工 接著就會送情給公主過目 不必送情, 也不必過目 公主要的不是嘉賢華服 而是大臉壽意 妹妹還沒休息? 太平參見皇兄 謝謝皇兄關心 最近的確身心乏力 夜晚仍然難以入 皇妹是不是有什麼休息? 夜深思水分亂 難免會令人傷起身後事 所以解選令一些朱差 和我一起入土 不要為遙不可及的事 路慎熬夜, 盡早休息吧 有些事路慎要及早 以免到時, 內不及, 放不低 朱知道你派人去上谷局要仇意 他們不敢在身底登位前夕犯記 所以特地請示證 王妹, 你為什麼要做仇意? 聽說在皇泉路上有一間剝衣亭 每個人都要被剝皮剝衣 但如果穿了紅色仇意 剝衣鬼就會以為那個人 人已經被剝皮出血, 自會停守 太平一心回歸甜淡, 落響天輪 但想不到平淡的日子, 匆匆飛逝 太平, 你別胡思亂想了 現在也有, 不得我不去上喉嚨 冰鋒三尺非一日致漢 只有眉雨綢謀, 太平才保得住自己 有皇兄在, 你又何必幾人憂天?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縱使太平已經不增不顯 但難保三郎會無怨無恨 你可以放一萬個心 朕保證三郎不會苛待你 但太平最擔心的並不是自己 而是珠珠維護太平的皇兄你 人心難測, 水難糧 王權以送, 柴以糧 由童謠到天象 我知道皇兄一心為大堂好 但難道皇兄真的不為自己擔憂? 當年先帝忠忠在為 凡奸臣作亂, 天象亦有異變 朕就告請先帝不如膳慰備禍 先帝不聽不理 結果厄然更深 朕當年也積極進鑑 現在輪到自己, 又豈會坐視不離呢? 歷代善讓登圍 新帝盡勇兵拳就會聲風血雨 盡公帝善為之後 童年粥人以棉被焗死 梁敬帝讓衛, 亦被伏擊 伸手而儲 歷數前朝, 有哪位君王 不想善為之後可以安穩到日 又有哪位君王 能夠得上所願 血淋淋的前居之教 令人不得不防, 皇兄 太平當然不希望三郎那麼大逆不渡 但是非了盡兩功創 太平越想就越怕 皇兄你只憑對大堂的一片工心 一念之差, 最後換你 後患無窮, 不得善終 憲老虎 叭老虎 人間 ству 身心無窮 一朵月以眷前添乘 今天這一刀的童 落釀著我青帝的決心 三行終生命既 林之王是我娘 失説定給我的劫法之夫 我絕對不會讓給你的 你已經和任三樹情投意合 為什麼還在德魯莽索 和我爭林之王李隆基? 選靜兒還是選地位 是我的事與你無關 其實現在李隆基已經苦落平洋 還比武王丘在洛陽 就算出身多險貴 又會多有地位呢? 宗師渠雞龍又淺水 你又怎知道他他日 不會一飛沖天, 君臨天下 江山王座, 捨我其遂 縱是千難萬左 我亦別氣吞山河, 君臨天下 我爭取是千難萬 簡情兒得到的, 不過是一個人的傾望 而我要的是千萬人的仰望 好凡尊耀的事, 沒有人可以奪走 火光灼灼, 燃點希望 未來一切困難 希望三郎可以憑大志迎刃而解 明月為晶, 水燈為誓 他照我李隆記掌權執政 得江山百姓 王樽就是我唯一的皇后 圍求一生無愧 浮話心不見底 慈藏亦是無謂 雙命自清始終記底 孫子 太子監獲勤正愛民, 賭目可賊 江山基業, 百姓福子 國師大志, 有賴儲君 朕姓簡淡薄, 抬張捨職之任 李唐千秋, 託父後人 負責今日, 善為太子 望太子以江山為重 捨職為先 京京葉葉為宮, 託盡職守為民 太平越想就越怕 怕王兄你只憑對大堂的一片功心 一臉之差, 最後換你 後患無窮, 不得善終 但是朕姓子以下 又如何? 只要王兄手上認保有王權 那就算三郎 將來有任何差錯都仲仰望報救 不怕恨錯難犯 眾臣力助捨職, 輔助身帝, 覆責萬民 立後世之典範, 見盛世之榮昌 聖上善為太子受洗 是 朕今日全為於你 以後你要謹記精於精無, 仁以外民 臣初等帝位, 治國之道 應待父皇多家提典 新君即為攝政美心 的確難免諸事犯 朕身為太上皇, 治國之事 你一定會傾力相助, 減你憂慮 從今以後, 朕仍會以朕自稱 朕所頒旨意, 仍稱為公 你的旨意, 就稱之為祭 每月初五, 朕會到太極殿上朝 與新君朝臣共襄國士 除此之外, 三品以上官員 任免及重大刑罰牽涉甚狂 朕亦會代理裁決 從今以後, 你就是大唐國軍 朕就是太上皇 接受命采 謝父皇 謝父皇, 萬歲萬方 毅下千秋凌亡 不酒龍食, 管下生風 可見公主神清氣爽 本宮隨心所用 當然愉悅自得, 松蓉自在 便設得利隆基登上帝位 仍然諸多祭酒 連三品以上的朝神都沒權豐收 身帝寸步難行, 確實不足為懼 你這招琴虎奪齒 令李隆基兇有帝命卻無帝權 確是高明 現在他進退為谷, 左右為難 公主你可以槍行無阻, 隨心移走 只要本宮一天在宮中 就不容許他大權在握, 私以妄為 江山如畫 也要看誰握得住畫筆 畫得出神魂 自然是公主妙不丹青, 無人能及 亦多得你足智多謀 公主過語 是否過語, 本宮心中自有分寸 有容置人, 才會論功行上 得公主賞識, 實在是下官之行 新帝封不了的官, 本宮封得 本宮有意向太上皇舉賤你為 正三品中樹齡 借公主舉賤, 神定必盡心竭力 信守當日樂言 李隆姬必詐 父皇雖以善為 但是退而不休, 依然手握大權 必定又是姑姑從中作禁 估計姑姑也會推薦她的心腹為總書令 總書令是左上之一 所以公主更加會將她的親信參與其中 稟閉下, 太榮公主求見 稍後再傳 梁臣吉時, 姑姑突離宮賀 參見陛下皇后 參見陛下皇后 姑姑勉禮 登基大典剛過 姑姑應該忙於向父皇舉賤親信之係 怎會得下來探望三郎 那我要來恭賀, 還要來安慰 皇兄也在, 既要善為又要留權 真是委屈三皇你 身為帝王, 不能以朕自稱 歷屬前朝真是聞所未聞 不過三皇你放心 皇兄上宣聽本宮話 本宮有機會一定會加以勸戒 姑姑勞心了 三郎初登帝位, 有父皇幫手操辭 都是學習治國的必經之路 這樣想也是好的 現在三郎有皇兄相助 就可以多點時候陪皇后了 多謝公主關心 不過本宮身為皇后 始終盡心盡力做好聖上延內座 延內座? 身為皇后應該要為大堂開枝散業 但是皇后你現在不能成人 姑姑不可以亂說, 你不知道嗎? 三郎沒有告訴你嗎? 是他要馬太醫告老還鄉的 姑姑 不過三郎你這麼做, 姑姑也理解 宮中人多嘴閘 難保下人會無事生非 姑姑, 你管的事會不會太多? 姑姑我只是出於關心 不過我也要感謝楊大夫 當日是他說遵守的臉色蒼白 我就想去問問他的主理太醫 我知道了, 才知道馬太醫 原來已經被你送出宮 還要是任將軍親自押送 又讓我找到馬太醫的下落 才知道原來俊兒是因為滑胎 而導致神水陰墟, 不能成人 身為女人, 難成人母, 真是不生遺憾 俊兒, 今後千萬要注意身體 姑姑也會為你仿尋一些民間良方 看看能不能死馬, 當活馬醫吧 姑姑老心, 作為女人 不僅要為人母, 最重要是為人妻 多燒紅顏在擁權勢, 她獨獻夫君和你 無論俊兒你有沒有王子 三郎都會悉心看護 俊兒有如此體貼夫君相伴 不會孤寢獨義 俊兒已經十分感恩 三郎和俊兒相依相負 不是所有夫妻都可以舉案齊名 同鞋伯仇 帝后一體, 和俊恩愛, 是國之行事 臣恭賀陛下, 恭賀皇后 可見皇后憂師滿懷 是 俊兒的心事從來都門不過三郎 姑姑今天在殿中以自治之事 刻意挑釁, 你一定很難受 身為皇后, 沒辦法為皇室延續之治 俊兒實在難受 但是知道三郎為免我傷心 送走馬太醫隱瞞消息 俊兒很感動 也想到三郎 只要俊兒將無所出 仍然不離不棄, 封我為皇后 俊兒很感激 你是我的法徵 若我相負相似, 我怎會棄你於不顧 但是你如今身體的創方 上筆姑姑已經告訴父皇 我很擔心父皇他… 俊兒明白的 三郎, 三郎你已經是一國之君 又怎可以皇位後繼無印 太上皇, 他一定會為你採算阿飛 俊兒, 你必須接受 既然我無緣做你霞兒的親母 我就要做你的首 你的心 和你的燕後 為聖上生兒玉女, 是皇后最大的心緣 現在皇后他一定要失落 無論有沒有子智, 皇后始終是一國之母 有萬民的景仰和聖上的呵護 只可惜聖上的呵護 可以維持一時, 廣難持續一世 的確, 重視聖上和皇后舉案齊眉 太上皇都不會允許皇位後繼無印 必頂為聖上, 另立身妃 在宮中無論權位多高 都始終身不由己 所以我一點都不羨慕 那你呢?你想要的生活又是怎樣的? 不必要養尊處憂 亦無需懷疑美食 我想要的是一夫一妻 一二一女, 一心一二, 一生一世 一點一滴的平凡 足以聚起長長久久的幸福 你心所願, 也是我的憧憬 有時候, 若是簡單平淡, 反而越快樂 越來越尊榮顯貴, 越多鑰匙繁枕 較大臣, 越多鑰匙繁枕 剛才越南 越南 早期 越南 兩位 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陛下劍招, 剛游並濟, 收放自餘 果然本令不凡 你是… 小女子鄭純熙 是當朝鄭雲苑將軍的女兒 太平公主的愛生女 也是你即將要拆立的飛憑 百勒曲全全離譜 萬二千篇無從進所 偏偏只有你 可感應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同路也許更像陌路 遺忘應該怎麼做到 如明月跟蒼海 清深想照味抱到 同業最終業盡來託 地老天方仍然未到 风不肿险半分 风会解楼